拍戏的时候 17的队友 有没有给你什么鼓励的话吗 文字会跟我说 让我什么加油什么的 播出的时候会 希望他们可以看吗 还是希望他们不要看 可以看 不要当中我的面看就好了 OK 对 描音你会觉得脖子很酸吗 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那个问戏的时候会有一点 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 你猜的结果总不太快 请问文俊辉最满意 自己身上哪一个部位 全部 全部 好 好 端庄 好 哈喽 两位 我是完全乐的宛如 你好 嗨 完全娱乐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林超 文俊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兔 张淼姨 林超 我的弟弟林超 从小就会依赖我 成绩跟我差不多 爸 你要是有人家超超一半 我做闷斗的笑形 带我弟 没有血缘关系的那种 沐血和他走得太近 林超 你是不是看不得有人喜欢我 文俊辉饰演的高冷学霸 和青梅竹马张淼姨 在校园甜宠剧独家童话 从相爱相杀到甜蜜相恋 戏里CP感十足 戏外接受完全乐专访 则是趁机偷爆料 虽然你们刚才呢 已经自我介绍了 但我接下来要给你们每个人10秒钟 介绍对方 还有对方里面的角色 开始了吗 嗯 谢谢 对 开始了 你先 OK 我先 OK 他是小兔 然后本人就是张淼姨 其实他跟小兔有特别多相似的地方 大大大烈烈烈的 然后特别喜欢吃好吃的 然后讲一些不一样的 是吧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 会有吃特别特别多的甜品 然后在拍吃的戏的时候 小兔也会真吃 是真的很努力的 吃到导演和道具都已经说 别吃了 你吗 他是文静辉 然后饰演林超 林超是一个高冷帅气 品学兼优的学霸 然后也是肖兔的青梅竹马 兼最佳男友 我把他当弟弟 他竟然对我 聊就聊嘛 贴那么劲干什么 你连老公都叫 害怕和我传飞闻 壁咚啊 擦头发啊 你们自己在演出 哪些桥段的时候 特别害羞 其实刚才说擦头发 我比起那个害羞 和那个心动的感觉 我记得我记忆最深刻的是 那时候因为 前面是刚拍完 比较就是 就是比较心动的戏完过后 然后拍那场戏的时候 导演让我别心动 就是冷静一点 就是演得更冷酷一点 然后努力了 对 就尽量地让自己 就是看木头眼 看什么看 长得高干嘛 我都还挺 都还羞涩的 羞涩 哪一幕的时候 你的那个心脏 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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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揍我的胸吗 揍他的胸吗 没有没有 是那个对视 然后特别近距离的那种 会很害羞的 再靠近一点点 再靠近一点点 就能一牵手 再勇开一点点 我就跟你走 你干什么 讲到对视 发现你们两个人 有非常可爱的身高差 我去查了 文俊辉你的官方身高是182 秒一你是163吗 两个人有20公分的身高差 我写错了 我至少有165 真的我不爱 OK 我澄清一下 那个官方身高 我不知道谁给我写的 对不起小记者错了 回到原题 然后 你说吧 比较困难的地方 唯一困难的地方 可能就是那个 消兔视线 摄像机拍我的时候 可能会没那么好看 对 带关系的话 这样 你会觉得脖子很酸吗 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那个 吻戏的时候会有一点 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 你在的结果总不太快 我们剧组有时候会给 苹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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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苹果香上 其实就没有问题 要不要那么时尘 我就很时尘 但我就是六五二 对 导演就是还是比较希望就是 真实一点的 对 所以会设计一些 身高差的 没有 还挺多刁难的动作 比如说在小区的时候 就是弯腰的那个 然后有一场我记得是 你要把头放在我的头上 你记得吗 大学之后 对 没有 剧中文君会是高冷的一个学霸 非常受女生欢迎 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子吗 特别受欢迎的话 粉丝也算吧 所以算是我 对 ok 然后高冷的话就不搭边 不沾边跟我 其实我觉得活泼的性格 稍微收一点演高冷的性格 会简单一些吧 以及那个高冷的人 要去演活泼的人 对 小兔 把饭量大 素质发达 我抬拳道可不是白练的 头脑简单 笨手笨脚 跟踪我们呢 也不一定是坏人 也有可能是爱恋我的人 里面真的很像这种软萌的兔子 非常可爱 然后还会有一些撒娇 你平常也爱撒娇吗 其实消兔的撒娇 我觉得更多的是那种蒙女撒娇 因为她大大咧咧的 我的话可能 我比消兔稍微小女生一点 我会怎么样撒娇 这个不好演示 我害羞 和消兔挺相近的 就不是属于那种刻意的 而是那种自然而然的 如果她这样 你就会帮你帮你这样子 看什么事情吧 林超的性格的话 可以帮你 但是就是 有 对有条件的 那如果是文俊辉本人呢 跟我撒娇吗 看事情吧 OK 对 力所能及的话 你会说拜托拜托吗 平常生活中 消兔好像会 拜托拜托 对 对就是 求那个去试卷的时候 好像是那个 不是 去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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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独家童话全集 以上架可一路追到底 拍戏的时候 17的队友 有没有给你什么鼓励的话吗 其实中间中间一直会有跟我就是 文字会跟我说 让我什么加油什么的 而且 刚好中间 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次回归嘛 就互相其实的行程都挺辛苦的 但是不一样方式的辛苦 所以互相都会给对方加油 播出的时候会 希望他们可以看吗 还是希望他们不要看 可以看 不要当着我的面看就好了 OK 对 会不会担心可能有成员很调皮的会一直叫你 文演员 还行 因为实话实说嘛 那就无所谓 对 觉得哪一位成员可能比较会这样子 大家闹起来的话 就是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12个人 大家都会一起闹 这种体会应该是大家没有体会过的 就是那个身边有12个就是仙眼包 在旁边 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闹疼的类型 对 第一题 请问文俊辉是犬系男友还是猫系男友 123 哪些 应该是 你长得像猫 然后林超应该是猫装狗吗 对 猫装狼 对 对 就是 这种感觉对 会让张淼以一秒暴怒的事情是什么 1 2 3 没有睡觉时间 睡不够 睡不够 对 但一般来说都会吧 就是 对 因为睡眠挺重要的 杨姨会有起床气 对 我有点起床气 一点点 请问是摸头杀还是背后拥抱 1 2 3 背后拥抱 摸头杀 摸头杀 差点意思 请问两个人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 123 日久生情 应该 日久生情吧 OK 谨慎一点好 下一个 请文俊辉推荐一位 除了你之外最想看他挑战演员身份的17成员是 对 我都很想看 因为我想看他们所有人都体验一遍 对 这个选不出来一位 真的选不出来 请问文俊辉最满意自己身上哪一个部位 全部 全部 这么有自信 对 就是 对自己要求得高点 我刚才以为你会讲腹肌 腹肌 但其实在拍独家童话的时候 没那么多腹肌 也OK 吃的 对 吃的 因为最近有照片出来 粉丝都疯了 你们的腹肌非常的厉害 呃 就努力了 对 所以其实还在刚才还在开玩笑说那个 独家童话制片人能不能补拍一下 请两个人一起回答 张淼姨最迷人的地方是 散叉 好 好 好 谁自拍的时候一定要开滤镜或是超级在意自拍的角度 我也挺在意的 好像都挺在意的 都挺在意的 就算是职业素养了 对 得给大家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观感 最后一题咯 请问是鬼脸还是装可爱 鬼脸 请一起做鬼脸 一二三 来 花坑 哎 哎 这是爱哭鬼吧 完全娱乐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的独家童话 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感 然后希望大家看完独家童话过后 也能有自己的一个独家童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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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